多达35%的急性肾损伤患者中观察到心血管病发症,例如心力衰竭,心肌梗塞,心率失常,心脏周停, 进发于少尿性急性肾损伤的液体超负荷对心脏处备有限的老年患者,是一种特殊风险。 在急性时代常性心脏衰竭或心脏手术中发生急性肾损伤的心脏病患者中, 急性肾损伤与较差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关。 急性肾损伤有哪些病发症? 一、心血管病发症,心包炎是急性肾损伤相相对罕见的病发症。 当心包炎使急性肾损伤复杂化时,考虑进一步诊断,如系统性红白狼疮和肝肾综合征,急性肾损伤也可以是心脏疾病的病发症。 如心内膜炎,时代常性心力衰竭或双色性肾防纤颤,急性肾损伤伤患者的心脏皱瓶因始终引起高加血症的怀疑。 建议在所有急性肾损伤伤患者出现心脏皱瓶后,进行进入注射率化盖或葡萄糖酸炎的试验。 2. 肺部病发症 大约54%的急性肾损伤患者报告有肺部病发症,是急性肾损伤患者死亡的唯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此外,存在通常同时存在肺部和肾脏受类的疾病,缺氧通常在血液透析过程中发生,并且在肺部疾病患者中可能特别显着。 这种透析相关的缺氧被认为是激发于白细胞肺隔离和肺泡痛气不足。 3. 胃肠道病发症 恶心、呕吐和咽失症,是急性肾损伤的肠腺病发症,代表了尿毒症的主要症状之一。 约1%的急性肾损伤患者,出现胃肠道出血,大多数情况轻微,但胃肠道出血占急性肾损伤患者死亡的3%到8。 1. 胃肾炎,轻度高电粉酶血症,通常鉴于急性肾损伤,急性肾损伤,急性肾损伤,浓度的升高可能使急性肾损伤患者的胃肾炎诊断复杂化。 脂肪酶的测量通常在急性肾损伤中不会升高,对于诊断胃肾炎往往是必要的。 据报道,胃肾炎是慢有动脉周样硬化,血管炎和伤脾性胆管帘血症的病发急性肾损伤患者。 黄胎,大约43%的病例由黄胎使急性肾损伤伤复杂化,黄胎败急性肾损伤的病因包括肝育血、疏血和白血症。 肝炎,与急性肾损伤同时发生的肝炎,因促使在鉴别诊断中考虑的总管梗塑,爆发性、乙型肝炎、高端螺旋疾病、对于鲜胺疾分毒性、额高追忠毒等等疾病。 4. 神经系统病发症 尿毒症的神经系统增向是急性肾损伤的常见病发症。 约有38%的急性肾损伤患者有报道,神经系统后遗症包括湿水、湿水、逆转睡眠、觉醒周期以及认知或记忆缺陷。 级造性神经缺陷很少仅由尿毒症引起、神经症状等病理生理学人不清楚,但这些症状与基酸肝水平无关。 许多疾病表现为神经系统和肾脏系统同时出现。 其中包括血栓性血小板炎少性子电、溶血性尿毒中中核症、心内膜炎、高血压等等。 感染通常会使急性肾损伤病程复杂化。 据报道在多达33%的急性肾损伤患者中发生感染。 最常见的感染部位是肺和尿道,感染是急性肾损伤患者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各种研究报道了感染并发急性肾损伤的死亡率每11%到72。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